伸手一记 随手一滑 民众沉浸在网络世界的时间 恐怕就悄悄流逝了数个钟头 而近日电信业者推出 499上网吃到饱方案 也连招到年轻的高中族群 最近不是推出499方案吗 所以我也去排了队 然后正式开始我吃到饱了 人生 通常一天都用断断续续的加强 应该四五个小时左右 看LINE为主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影片 逛购物网站 根据社府机构的统计 青少年的智慧型手机 约有三成的比例 申办上网吃到饱的费率 且年纪越大 网络用量也越大 因此就有部分家长 害怕孩子上网成瘾 采取定时定量的方法 来适量分配孩子 在学业与休闲娱乐间的时间 因为他不希望我用太多时间 在网络上 所以他 我手机本身是计量型的上网 那家用网络他到 就晚上的时候 他就希望我早点休息 也会断掉家用网络 然而如何管教孩童 不要沉迷网络 心理职场是表示 家长首要了解 孩童的兴趣内容 并表达关心 而不是责难 限制是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管制过程当中 你要表达一个是关怀 而不是禁止 或者是责难他 或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是态度 要一再地去了解 他为什么需要使用 这么长的手机 而学生引颈期盼的暑假 就要到来 如何鼓励孩子在大量的空闲时间中 多走出户外 接近人群 也将成为亲子之间的重要课题 原始情闻 就要想卖谁章用台北市采访报导